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里呢就是新闻中心的新闻发布厅了 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两块大屏幕 那在当有新闻发布的时候呢 记者们就可以在这里通过大屏幕来了解 发布会的一些最新情况 那为了更好的方便这次来报道大会的记者 那在新闻中心呢也设置了一个公用的媒体工作间 一共设置了200个工位 除此之外呢也会有一些公用信号服务室 新闻图片服务室 还有采访室这样的相应配套设施服务 部分媒体也会在这里设立自己的工作间 比如说我们中心社在这里也有设置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中心社设立在20大新闻中心的工作间了 带大家进来看一下 首先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同事们正在忙碌的工作当中 那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块背景板呢 上面就展示了我们中心社在大会期间做出的文字视频 包括图片的融媒体报道 比如说像问答二十大 还有中国焦点面对面等等的系列报道 那因为这次参与报道的记者 除了咱们境内的还有许多境外的记者 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新闻中心还非常贴心的为大家 设置了很多展品的展示 比如说像京剧的戏服 烟金巴掘这样的充满了中国味的展品展示 其实是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中国 走进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和窗口 那一路从一楼这样一层层逛上来啊 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 就是不论是从像我身后这样的红色的欢迎背板 还是像红色的采访指南都能够感受到 咱们新闻中心为媒体记者提供了非常热情 而且周到的服务 那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会在这里 为大家持续的报道大会的新闻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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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